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有時候我們在用Facebook做行銷 或者是我們在網站上面要上一些圖片 我們都可以把一些圖片做一點美工 那圖片有美工跟沒有美工 其實它有一些不同的感覺 那這個感覺其實只是加一點點文字 或是放一點點圖片 你就會感覺迥然不同 有一點點文字跟圖樣在上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感覺很有生命力 而且它從一張簡單的照片 有可能讓你感覺它像一個雜誌的封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譬如說這張圖片好了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是一張照片 可是這一張照片呢 它拍的還蠻有意境的 就是其實它是用單眼相機拍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照片本身是用比較漂亮的規格的相機去拍攝的話 其實它是有加分效果的 但是如果純粹只是一張照片的話 它還沒有那麼多的想像空間 有時候你譬如說你把它加上來這個文字 那這個照片跟剛剛的那個完全沒有文字美工的照片 感覺就完全不同 如果你今天是要訴求一些文案 那你用一張照片再搭配一點文字的話 那你就可以馬上的讓訪客了解說 你這張照片要表達意義到底是什麼 而且它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我們再看一次 如果只是單純一張照片的話 它是像這樣子 但如果加點文字的話 感覺就像這樣子 那這是在Photoshop裡面做出來的一點點的效果 可是這個效果其實很簡單 但是它畢竟還是有一點點技術在裡面 有一點技巧在裡面 那通常我會去參考一些報章雜誌的圖片 或者是一些新聞網站的圖片 然後我們去看別人的圖怎麼做 那你就大概去模仿 可是如果你不會Photoshop的一些本身的技術 裡面的一些技巧操作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去模仿這些文字 這些圖片 那其實這些圖片很簡單 那Photoshop其實它功能非常多 有用有使用的人的專家 大家都知道裡面功能都多到不行 但是我們做網路行銷 依照我這十幾年來 我用到的功能真的不超過十個 但是你功能那麼多 如果你全部都學完了 你才發現說 哎呀其實我要用的只有這十個 那你不會覺得你很浪費時間嗎 那與其如此的話 其實我們在網路行銷懶人包裡面 就很簡單的介紹這幾個功能 比較常用的這幾個功能 那我們現在再看另外一個照片 像這張照片呢 這個是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每個月都會辦一次實體課程 懶人包的實體課程 像這張圖片 我的衣服上面有一個logo 可是有時候你就是希望把 你圖片裡面的某些文字把它抹除掉 可是你又不想要讓人家看出來 你把它抹除掉那怎麼辦 所以你看哦 我看下一張圖片 這邊就已經把它抹除掉了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又想要把它上別的文字呢 你再把它放上去 你看我把它放在Nike 你再注意看一下 你再仔細看一次哦 本來本來是這樣子 本來是這樣子 然後呢把文字抹除掉哦 不要任何文字 然後我把它加上別的文字 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在Photoshop裡面 其實它都是很簡單的 可是像我剛剛講的Photoshop裡面的功能那麼多 其實我們會用到的 在網路行銷上面會用到的就了不起 那麼不到10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其實很簡單 可是你沒有去學的話 你就是不會用 那如果你學會的話呢 你這輩子就一直用一直用 像我學Photoshop到現在已經超過10年了 可是我用的功能 大概不超過10個 就這麼反覆這幾個功能 一直使用一直使用 那在網路行銷上面呢 你就會這些技巧 一點點小技巧 我們在網路行銷懶人包裡面 都會去教大家 用最簡單的方法 把它創造出你要的一些素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網路行銷懶人包 在Photoshop裡面還加了哪些內容 像這邊 剛剛講的就是如何去除浮水印或者是Logo 或者是在圖塊 加上圖塊或者加上文字 加上框或加上光暈等等 像剛剛那小孩子的照片 那個是我兒子 或者是在圖文上面加一些文字 不要使用Photoshop也可以加文字的方法 OK 或者是多張圖片去合成 或者是怎麼去製作按鈕的圖片 或者是呢 如果去裁切啊 上文字啊 畫圖等等 或者是直接去製作LINE的圓形的頭像 或者是如何去製作四周有圓角的一些圖片 那這幾個功能呢 其實我們 偶爾會去用到 那 如果你學會這幾個小技巧的話呢 對我們的行銷其實非常有幫助喔 網路行銷懶人包 是一個終身的線上課程與服務 我相信很多同學 很多朋友 在做網路行銷的過程中 有很多小細節會卡關 那我們透過這個線上的服務顧問方式呢 讓每一個同學在群組裡面都可以互相討論 然後你可以提出問題 我們就可以馬上幫你解決 像這一節講的Photoshop呢 其實就解決很多同學 他們在製作素材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有很多素材 你可以去 譬如說在網路上去搜尋 去取得一些比較合法的素材來使用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一些修改的能力的話 其實處理起來真的是有點麻煩 常常可能會跟別人完全一樣啊 或者是你想要簡單的加個文字啊 也不會用 甚至是呢 很簡單的我要把它圖片縮小 因為檔案量太大啦 那我把它縮小啊 你也不會用 所以我們在網路行銷欄能包裡面呢 這個很基礎的一些圖片的編輯呢 我們也會把它放進來 就是主要就是為了服務大家 在網路行銷上面 碰到一些電腦操作技巧 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把它解決掉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Channel 你怎麼可以說 那麼多人 大便 你怎麼可以是 你怎麼可以運動